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神户国际珠宝展的最后一天了 今天的珠宝价格真的便宜了不少 看看我们都买到了什么 展会到了 看来最后一天的确没有第一天那么拥挤了 是吗 那赶紧赶紧 那今天咱们多赚点了 朋友来了 我们商量了 看最后一天 看能不能捡捡捞 路比是很保湿 它就等于红宝石和蓝宝石 还有小雕花 这个挺好的 真不错 这个小一点 发现也是便宜的 切割片真的蛮好看的 对 因为我里边没有看到这个切割的 它透明度挺高的 怎么样 搞两个 搞两个 搞两个吧 你挑一个顺利给我的行吗 我一直在犹豫到底我要留个小的留个大的 我留个大的吧 这是俄罗斯产的 就是说财产的没几年 新发出来的石头 紫色的这种 开的那个矿 以前没有这个矿 你看你十年前 对 十年前都没有这个石头 现在刚刚出来的这个新的石头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欲为世界三大治愈器石头之一 反正这个是挺好看的 带的 这个电气西瓜是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个价格 少见没得到细 有很多颜色的 有绿的红的 黄的蓝的 但是它这个就是把绿色全部集中在一起的 这叫挺少见的是吧 非常少见 就是说要把那么纯 那么透里边的那个绿装物又没有的情况下 能集中起来 这个真的是很少的 就是这个价格 对我就说 币玺通常都是说这个颜色的 红的绿的黄的全部都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呢 这一串它把绿色全部集中在一串上面 而且里面的物装物 你看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个是真的是在绿面上很少见 我是在开直播吗 我这朋友互开直播真是亏了 我们才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地汇房 这里边全是珍珠的摊位 这个神户国际珠宝展 最初是为了板神淡路大地震的复兴而举办的 以神户特有的珍珠为首 参展商品种类广泛 是西日本最大的珠宝展 这个地馆呢 主要是以珍珠为主 所以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种类 这么好看的珍珠 简直就像一个珍珠的博物馆一样 这个颜色蛮好的 你买这个吧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样 我觉得安全不容易掉出来 是吧 这个好 玫瑰金是吧 这种好看 这边写好了 这边写好了 然后装品在里面 是不是好看 就出来这些所有的在这 就这个吧 这还有折扣吗 这个是24,000 24,000 现在讲过得没着靠啊 这里有个肚脐的 这个颜色没有刚才那个好 来来来来 看一看 就现在这个 有微妙的不同 看出来吧 这个偏粉一点 嗯 粉色的价值更高一点 那就这个好 这个好 价格是一样的 价格不一样 这个贵一点 这个贵两万 对 这个粉一面 看明白了 对 阿贵呀 这个好 这个更粉 这个蛮好看的 这个价格比较合适一点 嗯 自己带的话 我无所谓 你看不出来微妙的变化 就是你仔细一颗一颗看 还是能看出来 那你自己带博上 没人会拿货帮镜来看 是 光显什么衣着都有关系 是是是 你要穿个黑色衣服 不是那么明显 头虫那个也挺高 骨骼什么的都挺高的 毛 这手里啊 就是那个 还蛮挺高的 18万 9万了就是 是 是吧 18K对 这不错 一面是光的 一面是这种有激励效果的 我觉得真不错 还挺沉的 我颠一点 应该还是直的 哈哈哈 不那么细 稍微的那什么衣服 好烫 好烫 我觉得太简单 对不起 我的世界真是比较好 不好意思 1966年去 你后面还逛吗 我来找一下 看我把我的肉都弄它 里边的草莓 这像里边的草莓 这是里边的草莓 小星星带过来 中藏级别的 这个贵 你看那像不像玻璃 特别好看 这个是太贵了 这个好看 这可以做项链准 这样看 你看这个要是香在什么地方 哇塞 这太漂亮了 这牛逼了 这个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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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种 这个这个有金色的 这个一本门的东西 这个好一点的东西 哦 这个胶子的 哈哈哈 太厉害了 那这两个里面哪个算好的 看你自己喜欢 如果说是按照我销的话 我会看看 你看透点的吗 透点的 这就金多一点 这透点蛮好看的 Aquamari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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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的深一点 这个 这个是 Top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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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脱帕 这挺漂亮的 多漂亮 你看 他们家的品质真的好高啊 就是说 又透就是没有 没有去注胶 或者染色 在这个情况下 反正它这个 反正它就很好看 是很好看的啊 太丁了 这太丁是好看的 这个真的好看 这好看 哇 真漂亮 这行 这个很好看 Mika真是个细心的人 昨天就在我即将完成这个节目的时候 她说查了一些关于利比亚玻璃的资料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我后来就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利比亚玻璃啊 它是那个小行星撞击了那哈拉沙漠 产生了极高的温度 把沙漠里边的那一片 就沙子里边的那一些是什么东西 石鹰还是什么 就是一下子气化上升到一定的温度 形成的天然玻璃 是隐星带过来 然后形成的自然形成的玻璃 埃及那个地方 不让那个挖掘和开采 本身它那个量也不是很大 然后又不让开采 所以就比较贵 谢谢我的好朋友Vica 让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我们期待下一次在一起逛 我是吴晨 感谢大家收看神户第26回国际珠宝展现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和展会 看看各种各样有趣的物品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